回到这个属灵的娘家 麻省华人福音堂 真的像我属灵的娘家一样 但是有很多年 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 我们来交通神的话 在这里有我属灵的大哥 就是何若真牧师 叫他大哥 叫御平师母大嫂 大概真的不是一个客气的词 因为他们两位不但是对我 也对中国大陆背景的很多传道人 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特别有一年 在北美的大陆的 这些背景的传道人 在Boston地区 有一个大的聚会 何若真牧师 特别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连接者 作为一个在许多方面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以至于我们那个会之后 我们坐上来讨论 都觉得我们很感恩有这样的会 充满度量的 有国度心胸和眼光的一位牧者 来给我们这样无私的帮助 那么这里也有我的属灵的父母 张物波张妈妈 真是像我自己的属灵的长辈一样 为我祷告关心 在座的许多位 我特别要借这个机会感谢你们 没有你们的祷告 你们的支持 你们的鼓励 我想确实 自己都怀疑能不能走到如今 所以满心的感恩 我想充满感恩 我特别要谢谢陈牧师 谢谢雷牧师 谢谢我们的长老团和各位弟兄姊妹 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几天当中 我想我们特别从一个大的角度 一个题目就是 人生的关键词 Keyword 这是一个现在有的网络以后 好像很流行 就是网上有很多的资讯 但是你要找的时候 可能你打一个你想要的内容 你不见得完全了解 但是你打进去一个Keyword 关键词的话 它就会跑出来一些 你希望要找到的 那么我想我们的人生 今天也是如此 在这样一个茫茫的人海 或者说在这样一个日理万机 充满了很多的杂乱无章的 各种内容的时候 到底什么是让我们的人生 好像有这个Keyword 关键词 我们把握住 我们知道 这个是带给我们底气 带给我们定力 带给我们方向 我想今天晚上 我特别跟大家 从身份的角度 身份 那么 其实我现在已经换了一个名字 我的名字现在叫刘德华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刘在德国的华人 简称刘华 我后来觉得蛮有意思 因为以前 或者现在 我们在座大家都叫刘美华 对不对 刘在美国 那如果你从中国大陆来 可以叫刘中华 你从台湾来叫刘台华 香港来叫刘港华 我想很多事我就在想 刘德华 可能很多人想到这个明星 我想当然我叫了刘德华 我本人很开心 他本人很郁闷 但是呢 对我来说 刘德华变成了一个身份 意思就是上帝猜浅我们 去到德国 留在德国 我们在那里 不但是以华人的身份 我们更是以神国大使的身份 以一个传福音者的一个角色 我们来尽我们的本分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一个名字 一方面好像它应该代表 一个鲜活的生命 但是很多时候 其实这个名字 后面也代表你我的一个身份 只有我们这样尊贵的神 独特的创造物 把它叫做人 我们会关注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一个是 如果今天 我顺便问上 我们当中有没有福音朋友有吗 你还不是基督徒有吗 麻烦你举一下手 我们特别要来欢迎 虽然我们宣教年会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感恩 其实每一次当中在这里 讨论交通神的话 都是对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思考 那么我想两件事你一定很关心 一个叫做身体 一个叫做身份 身体每个人都同意 所有的事情 再大的事情 天大的事情 当你突然发现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好像其他的马上就相形见着 相形失色 你就会觉得那些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所谓你如果没有了本钱 如果你没有了这个存在 那么那些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当然身体进一步的引生 其实是指导我们的生命 所以耶稣要这样提醒我们说 就算全世界都给你 你若站在全世界 但是赔上了你的生命 那么又有什么益处呢 你还能用什么来换生命呢 所以你发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每一天有许多的纠结 许多的思虑仇烦 但是如果当你有一天突然感谢说 你想到说 我今天可以拿起筷子吃饭 我今天可以慢开腿走路 我今天能够存在 这个岂不是一件最大的事情吗 所以对一方面我相信人生 大家都会同意 那么第二一件事情 对我们其实好像华人 当然本来是每一个人都会如此 但是华人好像特别看重 所谓的身份 你我大概都曾经被身份所纠结过 如果回想你当年到了美国的时候 你来这里虽然可能是来求学 你来工作或者你来探亲 但总而言之常常特别在几十年以前 对我们华人来说 好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发现如果没有身份 那么你上面怎么开展 你往前怎么走呢 你再有有大的理想目标 你再有许多人生的规划 对你自己对你的儿女 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前途 好像似乎如果身份没有解决 那么你就发现我怎么来建造 那么其实身份如果你进一步思想的话 其实它是一种关系的表达 比如说你到了美国 那么你就无形当中跟这个国家产生了某一种的关系 那么身份就可以确定 到底你是一个临时的关系呢 你是一个所谓 虽然我们叫做PR 这个Permanent Residency 好像是永久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Permanent是要打引号的 因为最多一个人前过有几天 大概也不过才三万多天 不过无论如何 你就算它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那么因为有了这一种的所谓身份 就确定了你跟它的关系 如果根本是几个月你做访问学者 然后马上就要走了 好像你就不太会去care 到底今天又谁讲话啦 今天这个蒙古又被弹劾啦 蒙古又吵架啦 中恩师大哥 你觉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都是毫无没有什么价值意义 意思就是常常一个身份 当然不只是你跟国家的关系 我们华人当然首先我们跟各自 我们的故乡故土一定产生关系 那另外一方面身份 其实在中文里面 常常也代表我们的一个人生角色 或者角色 我们的身份 比如说你是学生的身份 你是老师的身份 那么有一刻你是儿子的身份 女儿的身份 有一刻你成为父亲的身份 母亲的身份 丈夫的身份 妻子的身份 总而言之身份 其实它常常代表着一种关系 所以我相信这两个所谓身体和身份 是人生 你发现比所有其他的事情 更重要的 根基性的事情 但是这两件事 你会发现 其实跟信仰有太大太大关系 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时候 其实每时每刻神都在提醒我们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们真的确定我们身份是什么吗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 有何等的价值 上帝怎么看生命吗 这张照片是 差不多一年以前在巴士顿拍的 那次是去看张伯赵妈 那么本来没有到巴士顿来 就直接到了Springfield 那么后来就想到这边 因为有一对夫妇 他们弟兄也是身患癌症 所以他原来是在夏威夷大学的一位教授 那么结果因为一场癌症 当然他就辞掉工作 然后就辞转后来就搬到Boston来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刚搬来 那么我就想到既然离得这么近 那么就去看他们 没有想到就到了Boston 就在这个Arlington那边就发生一场车祸 很大的 大家如果看到那个车子 当然那个车不是我的车 是撞我的车 那个撞我的车都已经成为这个 这样的悲惨 所以大家能想象我的车被撞成什么样 然后我的车很快就被拖走了 来不及拍照 我那次撞完以后也晕头转向 然后就他们单架一抬 就把我送到医院里面去 申平第一次坐上救护车 当时还蛮得意的 小时我看到那个救护车 Amburance一直蛮羡慕 有没有机会坐一下 终于有机会坐 就在Boston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到美国 我就发现很有意思 我在27年以前刚到美国不久 在我们加州 洛杉矶就发生一个很大的车祸 那一次的车祸真是 就是因为当车祸发生 后来他们把我救出来 我第一反应就是 我看他们要把我的车吊走 我说且慢 因为我的钱包还在里面 我的降噪还在里面 结果他们哪管呢 那个他吊车就抓起来 那个那堆飞虫烂铁 把他吊走的时候 突然间里面被提醒 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 因为你需要知道一件事 我刚刚借了一次生命给你 一个很强的一个提醒 那么没有想到两年在德国 然后去年回来一项 又发生这个车祸 当时同时再一次心里面 开始有点满月 哎呀我说怎么办呢 这个病人我也看不成 到后来真的满月 变成他们这个 这一对我要去看过的他们 就后那天晚上就跑到医院来看我 这个倒过来了 我就在想 开始有点满月 哎呀我说 现在完了我在美国什么都没有 这个保险也没有 然后连个固定的弟子也没有 那么现在这样虽然是被别人撞 但是呢 接下来怎么处理 好像有些忧愁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再次被提醒 你应该感恩啊 我又借此生命给你 我又借了此生命给你 我想真的每一次 当我们与死亡差这样的过的时候 难道不是再次被提醒吗 我们是谁 我们渺小像灰尘 我们脆弱连鸡蛋都不如 这么脆弱渺小的生命 但是却在上帝的大能的保守当中 他看为宝贵 他称我们为他眼中的同仁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 而且他称我们为他宝贵的儿女 这是何等一件重大的事情 所以真是我想谈到生命 那么圣经确确实实 用这三个字来描述 当然绝对圣经不是 所谓的三元论 他看人是一个整全人 但是圣经特别用 为什么要用三个 不同的希腊字母来表达 因为上帝要告诉我们 我们人过你没有信仰 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 你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 并完全是残缺的 因为神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 中文把它叫做翻译成灵 就是soe 这个词 soe 英文叫做spirit 这个词如果你现在去百度也好 你去谷歌也好 你去查一下 你就会发现它怎么翻译这个词 这个词是指divine 这个词是指eternal 这个词是undestroyed 它不能够被摧毁 这个词很奇妙 我们人里面有这个是从哪里来 当你读了创词记 你就很清楚知道 神其实不单是用物质 地上的尘土造我们的外体 但是最重要之称为人 是因为神把他的灵吹在我们里面 所以圣经用的最多的生命 中文都把它翻译成生命 其实如果你去看原文 最多的词反而是这个词 就是spirit 那么第二个词 psych这个词 你很快就联想到 psychology这个词的一个字根 那么这个词一般英文把它翻作 so 中文也可以把它叫做魂 当然这个比较是指人的精神的承认 你的思想 你的意志 你的情感 这些所谓你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你自己明知道它是真实存在 而且这些存在常常更重要 对不对 每个人都同意 其实你每一天 你的高兴 你的喜怒哀乐 基本上是由你的psych来决定 到常常跟你外在的身体 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圣经其实用的最少的谈到生命 当然都翻译成生命 是这个bios 这个bios这个词 当然你很快就想到那个biological 这个是比较知道人的 这个所谓生物性的一个表现 这个生物性的表现 如果你没有了上帝 你不认识那个永恒 你的那个spirit 在圣经讲已经dead 已经不function 已经睡着了 不起作用 所以其实这个是 你看到圣经里面 比如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后面的soe 中文把它翻作 生命 就是那个灵 所以你就了解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耶稣说我来了 为要教养得soe 并且得得更丰盛 就是让我们里面的灵 能够活过来 神爱世人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soe 反得到那个真正的 从神来的灵 那么绿色的部分 这个词呢 就是psych的这个 中文都翻译成 生命 比如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养舍 psych 你知道因为刚刚我们知道 我们spill这个词是non-destroyed 他不能够被毁灭 从神来 但是耶稣成为 整个人的时候 站在人的地位 他为我们他的命舍掉 他不但是他的身体 为我们受害 他的意志情感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完全站在人的地位 来推与我们承担 那么这样的经文 耶稣特别提醒我们 凡要救自己的psych的 比上掉你的psych 当然这个 最后这个词 BIOS 其实圣经里面 中文也把它翻译成 生命 有时候把它翻译成 生就是这个词 比如 这个耶稣有一次 在圣殿里面 他就看到有一个寡妇 在那里投了两个小钱 耶稣说别人都是自己 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 但是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 把他的养生的都投上 本来对他的身体是很重的 那些他全部都投进去了 当耶稣提到那个比喻 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耶稣特别提到有一些人 就是神的道 好像落在荆棘地里面 结果走开以后 他们被惊生的 就是其实 那些思虑你都知道 其实是最浅显的 就是或者说最表面的 你为了那个最表面的 吃什么喝什么那些 为了照顾你的 Bios 结果你把最重要的神的道 进来拒之门外 竟然让他擦肩而过 这是何等何等可惜 所以第一我们了解到生命 圣经提到的 远不只是我们的身体 是有人说你们信了主 你们身体不是也照样会出毛病吗 你们不是也是会生病吗 你们不是也是会死吗 其实圣经讲得太清楚 因为我们这个血肉之躯 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度 这个已经受了咒诅的 定义和其上的都要过去 我们当然可以为我们患病 祷告神 我们当然可以求神 加我们力量毫无问题 但是神要我们提醒 我们重要的是 我们真的需要知道 我们到底是谁 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 他就觉得他的身体 他的精神的部分 好像太重要了 就只有这一切 就只有这一个 其实当然这一个你就知道 这一个稍微出一点点问题 那么你所有的其他都灰飞烟灭 难怪有人说 人生就是一串十年 我们现在很快 九月份已经到了末尾 2019年就剩了四分之一 那么2019一走代表什么 就代表整个2000年 我们已经两个十年过去 那么人生有几个十年 网路上有一首诗说 人生一岁叫出场亮相 爸妈没商量我们就来了 然后十岁天天向上 老师说的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二十愿大理想 这个年轻人 然后三十愤发图强 爱骗才会赢 怎么样知道 好像奋斗拼搏 那么四十叫基本定向 四十大概 无论在哪里都差不多了 五十告老还乡 你看这个世代现在竞争这么厉害 你五十以后 大概你要找工作也不太容易 六十打打麻将 七十拉拉加长 八十晒晒太阳 九十躺在床上 一百挂在墙上 我看有人像个家一句话 这还儿女孝顺 不像是上去机会都没有 为什么放上去 有时候你看人生 真的就这样 眨眼间 这个叫做我们的人生 用摩西的话来讲 日光之杀的人生就十二个字 第一叫做劳苦愁烦 第二叫做转眼成空 第三叫做如飞而情 是何等精准 是何等精准 我们的人生 无论你有多少年大理想 你想到去白宫啊 中南海啊 这个七十年月兵啊 无论你想什么 基本上 所以这个叫做只有BIOS 如果你单单 最多现在有些人在加一个Psyche 他也知道说 哎呀我培养一点自己的兴趣啊 我听听音乐啊 我学习艺术啊 好像让自己弄得比较高大上一点 但是如果你没有守 哎呀你知道这一切 在整个生命里面在上帝的眼中 其实不要说上帝眼中 我们自己都知道 我们这种叫做太渺小 我们像沧海的一树 又像夜空的一颗流星一样 眨眼就过去 意义在哪里 所以最重要的 我就觉得福音太宝贵了 当我们说我们宣道年会的时候 我们宣的什么道呢 这个道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音 这个福音解决了我们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第一应该福音我们得了生命 耶稣说我来要教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显然这个生命不是一次给了我们 就变成一个种子一样 在里面小小的不长的 他要我们这个生命要长大 因为这个生命是要承受将来永恒孤独里面 给我们这个生命 是要我们去承受产业 是要我们去与他一起同工 在上帝的永世里面 要我们用这个生命 也只有这个生命 才配称为他的儿女 才配与他一起同工 所以显然如果是很弱的一个生命 当然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责任 那么第二件就是解决了关系的问题 或者解决了我们身份的问题 神给我们一个什么身份呢 神给我们的身份叫做 神的儿女的身份 这节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 特别提醒我们 凡信他的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怎么样 神就赐他们权柄 怎么样 做神的儿女 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系的界定 这位永恒的上帝 如今成了我们的父 我们成了他荣耀的儿女 这是神儿女 这是你我今天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 我们不但从耶稣得了那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也透过耶稣 借着耶稣我们得了那个永恒的 尊贵的身份 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好消息吗 如果地上你发现当你现在身体健康 当你身份搞定的时候 你大概觉得你的人生没有再大的困难 反正再大的困难 大概你有了这两样 所谓留着青山不怕煤柴烧 然后因为你有了美国的永居 长居也好 或者美国籍 这样的话 总而言之 好像你就可以做事 但是这些你我都很清楚 都是暂时 真正的生命和身份来自于上帝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就想到 过去的三十年 我虽然1978年到了海外 但是真正以学生的身份 是从1989年到今年刚好三十年 我就想到这个身份 好像中间有很多变化 当然这个87年我到德国的时候 是作为外派的工程师 那个时候在西门子 在一些大的公司里面上班工作 那当然因为国家派出来 所以这个好像也不用衣食 也基本上都 虽然我们的时候衣服也不太多 基本上国家给我们两套西装 所以我们穿完这条就换了一条 有时候走在路上 后来德国人跟我说 你们这样我们以为是去参加藏礼 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代表我们的国家 然后这个不能够 我们个人是小国家的面子要紧 所以走来走去都穿个西装 后来发现人家也是西方人 也不一定穿西装 他们也蛮casual的蛮随意的 我们觉得只要出门而就穿个西装 当然那个时候德国人也都很尊敬 好像你 那么等到过了两年后来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因为是自费 前面那个叫公派 后面我叫自费 那自费呢 你就发现好像一只鸟飞出笼子 真的 虽然生活很辛苦 你要去打工 但是很自由 没有什么人管理 自由自在 你好像我们那时候感觉就是 从此我们就是要寻找 失落的自我价值 我们觉得我们这种好像都像千里马一样 跑来跑去 怎么就没有博乐呢 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特别不甘心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国门打开了 所以从此天东任鸟飞这样 但是每一次你的身份不一样 你自己的定位都不一样 你自己的感觉都不一样 但是真正 重返德国 我觉得真的 这是一次最大的感恩 是上帝让我去明白 你到底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这一次是叫做Missionary Missionary 虽然我在进入德国的时候 为了这个Missionary的身份 他也遭遇了很多难处 德国人说 你是什么 我说我是牧师 我是宣教师 德国人他也看看我以前 他说你是国灵工大毕业 那你是材料什么借助 他以为我大概是想偷渡进去 后来他就给我一句话 他说很抱歉 我们德国是基督教国家 我们不太需要律师 我说我是知道你们原来是基督教国家 但是现在只有4%的人才去教会 我说其实在中国大陆 不瞒你讲我们的去教会的人数 基督徒的人数 应该已经超过了德国 中国大陆如果以7000万来算 就起码已经是5% 那么德国只有4% 那个比例比中国大陆还要少 我说虽然你们一直认为 中国大陆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但是其实你们不知道 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基督徒 有那么多的人在读圣经 所以跟他解释了半天 后来他给我出个主意 他说真的对不起 我也知道 他说我也想 他说这样你就用圣经老师 这样比较容易批准 要不然宣教师批不太准了 后来我一想也对 我们就去讲圣经 那也算老师了 也是圣经老师这样 但是为了这个 他给了我一个 一开始给了我一个身份 这个身份很有意思 这个身份叫Fiction Mina 我以前我说我英文是很爱好 我以前我也知道 这个好像科幻小说讲 什么意思 Bida还有Fiction 他就给我解释 他说这个身份是虚的 意思是说因为你现在这个 我们也不太确定 到底要不要宣教师 因为我后来蛮坚持 我说我还是觉得用宣教师 比较好 我说我是爱传福音的 结果他们也有一个宗教事务局 他说那这样就不能够归劳工局 要宗教事务局 所以他想给你一个虚的 那么等几个月 看看能不能虚的变实的 结果就用一个Fiction 但是拿了几个月的Fiction 我觉得对我很大的帮助 在哪里呢 真的我就发现 你发现我们其实你我都知道 地上的时间很短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最多最多 也就三万多天的日期 不是很长的 如果你可待的有三万多美金 你不会觉得你是一个百万的服务 那么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但是因为一下子就告诉你说 你三个月以后可能你就留不下来了 你最多只能 因为那个Fiction比较只有三个月 那这样就让我想 第一住处不固定 对不对 你不会说哎呀我就是三个月 所以好了我就好好的去买一个房子 或者是住一个豪宅 大概你马上就知道了 你只要找一个临时的气势之所就可以 那么第二个呢 布置是不必要的 对不对 你没有说三个月 所以我进去 看看哪里弄一幅名画挂上去 把它房间都油漆一边 地板全部换掉 大概你不会这样 或者你买了很多家具去放在里面 你会觉得那些都不必要 那么当然安排 你就会发现 我们常常对自己人生有很多计划 我们计划完 替我们的儿女计划 你要这样啊 你要那样啊 我们华人特别喜欢念书对不对 老大你要去哈佛了 老二要去斯丹佛 他们都喜欢 我说中间还有一个丹佛 但是呢你做了很多安排 好像那人生是无限长一样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其实真的 不确定 明天如何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开始变成三好学生 就是行李越简单越好 布置也是越简便越好 然后把握住今天就好 叫做三好 那一刻很大的体会 因为我在美国住了25年 搬一个家的时候 好像一棵树拔出来 我跟我妻子那时候才发现 我们怎么堆积了这么多的饥肋 这些东西好像真的是丢吗 又觉得舍不得 用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这手从哪里来的 很奇怪 二十多年一住好 你发现充满了这种 结果等到搬家的时候 真的我们突然发现 一个人要比较大方 就是你搬家的时候 后来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 你们谁能够来 能送就送 能丢就得 能捐就捐 你们来千谢万谢 谢谢啊 帮我这个人排走 谢谢啊 对不对 我们的人生 其实谁都知道不是太长 但是不晓得问什么 我们就以为这个人生 是非常非常长 我们的东西越堆越多 但是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 真正要做的事情 所以虚拟的身份 其实那三月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也帮助我们开始思想学习 因为我生活在这样的动荡的时代 动荡的环境当中 我去年刚好遇上 在加州 遇上大河 那么当然现在每年都烧 最近刚刚加州又烧 这次专门有个人 特别飞过去放火 然后被抓起来 被抓起来 这个人跟加州有仇 他就专门买个飞机 跑到塞和塞里面 然后下来租了一辆车 然后到处点 被他点了十二处火 当然这个人 后来被人家发现 然后车牌系下来 结果呢 在上飞机的时候 被抓住 从Mexico飞过去 那么当那个漫天大火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正好要去 北边一个教会去分享 当我那个车穿过405号 看到两边都是大火 那个地方其实我是非常熟悉 因为刚到美国后来 在那边UCOA那边 就建立一个 从学生查经班开始 在那里带领一个教会 那我就看到 那一带你知道 很多都是富人 所谓Santa Monica那个区 那边很多好莱坞的明星 玛利布 这个旁边就是玛利布 很多的好莱坞的明星 结果那个大火烧到后来 这个年很多明星的豪宅都烧掉了 特别我看到有一个叫做 Lady Gaga 她那也烧 我以前以为真的 不晓得是一个人 以为是一只鸭子 我真的要来看好莱坞 从而言之 他说 还好逃出来 我现在来一条命救了 从而言之 我一直在想 因为那一天 那个车穿过去 其实蛮危险的 真是旁边那个温度 你就会感到 很热的那个温度 我就想 其实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是什么 我们在充满了 温闲的这条人生旅途当中 我们不过是一个逃亡者 对不对 我们华人 如果你翻开来看看我们过去的历史 那些战争的岁月 北边的叫做闯关东 然后南边的叫夏南阳 我们华人最早 将近两百年以前 就起码一百六七十年以前 就到了加州 到了美国 很多是因为生活所迫 我们好像逃亡 一路逃亡 今天很多难道 不是也是逃亡者吗 我们常常觉得 好像被无形的东西追着我们 哪里是我们真正的安身之处 所以我们的人生 第一像一个逃亡者 第二像一个等待救援 当那个大火包围的时候 很多人真的跑不出来 他们就等着赶快 那个救援队 赶快一个直升机 赶快好像那些能够 把他们从火场里救出来 你我今天不过是一个surviver 一个幸存者 我们的生命 本来好像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但是这位奇妙伟大 充满恩典的神 他认识你认识我 他成为人的样式 担当我们的罪 把我们从火场里救出来 把我们从地狱的火里面救出来 让我们得了这个尊贵的身份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身份 你也没有办法分开 因为我们得了基督的生命 我们有了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反过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应该也要反映的是 基督的生命 难道不是这样吗 只是很多时候 你我都同意都承认 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也许可能 也固定的有聚会 但是常常 我们里面的生命 好像还是缺了那种的活力 缺了那种的passion 怎么样能够来 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了解 所以我在这里 特别有两节的经文 也是我们很熟悉 在菲律比书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在第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来我们重新来念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度福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却是天上的活命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我想这两节经文很清楚 神告诉我们 有两种的身份 一种叫做他们 一种叫做我们 同样也反映两种的生命 他们是指那一些不认识上帝 或者就算认识了上帝 或者他自以为认识了上帝 但是他完全没有把上帝的生命表达出来 那你说这些人结局已经定了 就是perished 沉沦 就好像大火里面跑不出来一样 他们的神 有没有神 有 你说中国大陆 我们过去以为无神人 其实我们的神可多了 我们把金钱 我们把物资 我们把利益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 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神 甚至于我们把自己当作我们的神 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度福 我觉得这个真的上帝看我们太准确 一针见血 就是为了我们的精神 其实就是这个bios 只要让我的身体 让我能够有固执 有吃好的 穿好的 享受好的 就够了 这就是我的神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诗为念 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 真的常常这里心里面很杂心 我虽然在1979年 40年前就已经重生得救 但是真的想到 到了八九年 好像前面的那些年岁 真的常常想的就是圣经的这句话 以地上的诗为念 我想的就是将来怎么样 好像寻找自己的价值 发挥自己的价值 好像就是各种 要的东西 今天我有机会 今天中午的时候 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 跟他见面 跟他谈 我们四十年没有见面 我说我们的人 但是讲了半天 他说我也明白 他说是啊 想来想去好像 我们 他说好像突破不了 好像没有办法 就是地上的这些事情 就已经够我头痛了 够我去想了 哪里还有时间去想天上的时候 我说问题在哪里 就是如果你单单眼睛 或者说你根本不认为有天上 那你当然不会去想天上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知道上帝看我们的生命 那个BILES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们是不能不想天上的 因为如果不想的话 那我们这个才叫做浪费生命 那当我们聊的时候 一谈到某某已经身患癌症 某某已经走掉了 已经结束了地上的生命 那想当年意气风发 想当年青春岁月 想当年好像风华正茂 哪里想到人生 几十年多么快的过去了 今天我们都已经头发都花白了 我说如果人生你还以为人生只有地上这一块的话 那现在很多像你这个年龄都已经不想自己 哎呀我们是啊 半节入土啦 现在就想恒女啊 就欣赏他们 我说你想他们干嘛 因为第一他们将来最多也不过重蹈覆辙 我们走过的路将来他们一模样走一遍 我们的劳苦叹息将来他们叹息更多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更纷乱的世界 他们完全没有了他们的童年 他们完全没有他们的天生 我带着我儿女到德国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哎呀这个朋友圈也拿干 那结果呢 现在他们有一点对我感激了 为什么他们说 哎呀现在一跟加州的同学打电话 哎呀哪里他们有什么假期 都是虎巴虎骂 逼的 这个白天的朋友马上要上大学啦 交头烂门 然后呢暑假的时候让他们回去一次 到中国一看他们更吓一跳 中国连续的幼儿小朋友基本也没有假期 幼儿园的几乎都是要赢在起跑点 呀逼呀各种的 我跟那些开玩笑 我说你们培养孩子 家里每个都可以当联合国秘书长 因为全是十八班五一啊 钢琴班 舞蹈班 足球班 什么班那个班嘛 后来所以他们两个回来说 爸妈还有点谢谢你们 因为对我太轻松了 我们也很忙也不太有时间管他们 所以他们就这个太高兴了 觉得总算我们还有假期 这个在美国中国都文所未文 学生还有假期 所以其实我想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以地上的事为念 其实你了解这个人是什么 摩西洞 什么没有看过呢 他在当时文化最强盛的叫做埃及 他在当时物质最好的叫做埃及法老的王公 他要名有名而且要权也很可能马上就是法老的大位就是他做的 因为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 很多解经家在看这一段说很有可能就是他要继承法老的位置 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最好像我们华人 我们华人真的喜欢念书 学四年完念寿司 说四年完念博士 到最后变劣诗 不如一路念上去 但是呢 对他来说最后看见他说这个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 八十年的人生 真的四十年何东四十年何西 所有人的血气 人的愤怒 人的理想 这一切东西最后在他看来都是一声叹息 我们便如飞而去 所以谈到这个时候最感恩的是神要提醒我们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和身份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Heavenly nation 我们是天上的这个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所以我说今天你我也不再是刘德华 刘美华 我们是刘天华 Amen 我们是上帝真的把最美的家乡 永恒的家属给我们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而且他要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 是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活在今生 不一样你的眼界不一样 你的婚姻会不一样你的人际会不一样 有人说婚姻是什么呢 相爱因为五官 一个帅哥一个美女 但是呢相处因为三官 就是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生观 那基督徒为什么希望说真的两个人信仰相同呢 因为你相扯的时候绝对不是五官 因为五官全部走秧 对不对 都是正文啊 虽然有拉皮啊 虽然是去保养啊 但总而言之你不可能 所以当中有个明星叫做 我就不提他的姓翻 他的名叫冰冰 但是冰冰后来凉凉 结果这都会改变啊 真的其实都会改变 你都会产生审美疲劳 但是你真正的相处是因为 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有没有共同的人生观 有没有共同的世界观 如果这些没有的话呢 根本没有办法相处 所以其实当我们从这个角度 以忠为实反过来看 神特别提醒我们 当我们知道他还要再来审判 活人使命 当我们知道原来万有的结局 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当我们知道原来他要把我们 接到荣耀里面去 原来这位出熟的果子 我想现在已经秋天 如果你家种树的话 你种一些的果树的话 你大概会看到 如果已经出现了几个果子 你就知道一定很快满树的果子 这就是圣经讲的 耶稣基督已经是一个的first fruit 那个出熟的果子已经出现了 我们就是他的果子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这是这么明显的一个证据 我们必然跟着他一同复活 所以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有两种能 一种叫他们 一种叫我们 到底我们是在哪一个群里面 哪一个队伍里面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天上国民的时候 那么天上国民在彼得前书那里 我想就更清楚的把他的内涵展开了 我们念一下这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来我们同行念 我想这段圣经里很容易可以把它分成上半句跟下半句 上半句是再次界定我们的身份 什么叫做天上的国民呢 就是被上帝所拣选的 就是是君征的祭司的职份 是圣洁的属神的国度 是上帝的儿女 The children of God 这是我们的身份的一个界定 这是我们身份的内涵 但是接下来后面的半句就是提到 这个身份要我们去完成什么样的使命呢 是要我们去宣道 要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想这节经文真的很重要 不但是宣扬这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其实同时也提醒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人生的经历 我们过去在黑暗里 是神把我们从黑暗里救出来 进入光明 我们过去都是灭亡之子 但是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成为蒙爱之子 成为上帝的儿女 所以这个一句话本身里面 也包含着你我的个人的经历 但是同时让我们宣扬这位上帝 他的恩典 他何等的美丽 他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成人 我想所以这些圣经虽然我们很熟悉 但是其实这些圣经真的常常也是 我们人生所需要不断不断的来思想 来被激励 从身份的角度 到底我们是属地呢还是属天 我们既然属天 我们怎么能够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呢 当两年以前我们决定的时候 我们要搬去德国的时候 真的很多弟兄姊妹 当然他们是很多处于爱心 他们来跟我们谈 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呢 你们要去也可以啊 但是儿女好像一定要去吗 你的妻子一定要去吗 当然我承认有各种的理由 其实求神灵命 对我来说也本来感动已经蛮多年 但是好像一直等一直觉得走不出去 走不出去 但是其实后来有一天 这个神就提醒 你走不出去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想得上去 难道不就是你的惧怕 你觉得到那边好像 哎呀已经都是五十开外的人 然后呢好像要面对一个新的挑战 然后很多时候确实想着这个儿女能不能适应啊 想到我的妻子 她也是从来没有学过德语 那么又好像跑去那边 那真的能够吗 好像很多时候 这些的思虑仇凡 常常就会让自己走不出去 直到上帝提醒 到底什么是你的priority 到底什么是你真正所思念 如果你专以地上的思念 其实你念完这个 想完这个还会有另外一个 有人说盼望也是这样 地上的盼望 其实二十岁有人说就盼望爱情 因为这个严少 哎呀爱情最大了 男生都想找白血公主 女孩都要找白马王子 那么然后呢三十就盼望家庭 因为要成家业 但其实当你想家庭 你发现其实跟爱情已经蛮遥远 尤其这个时代 在中国大陆现在叫做 如果你要结婚成家 最好不要所谓太讲爱情 因为那个不太现实嘛 现实的就是第一男孩要一动不动 我开始没听懂我什么意思 然后就是丈母娘看起码你一栋房 这叫不动我 这辆车会动我 所以你一动不动我 大概基本还够合 除了一动不动还要万子千红 这个美国就不需要万子千红 因为美国的美钞都绿的 那中国的美钞人民币花发绿绿 那个伟大领袖红的 全国各族人民绿的 所以你最好不要胸怀全世界 虐得太多没用 伟大领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最好在那口袋里天天拿出来看一下 最大的钱一百块伟大领袖 所以发发六六这样万子千红 如果你一动不动万子千红 大概你还有希望娶老婆 要不然门都没有 所以呢 就很多现在真的不太讲爱情 他们就到了结婚的时候 很多人忙着就是签那个婚前协议 后来我有一次问对年轻人 为什么你们也不是好来的大明星 他说创意师你不知道 现在我们虽然结婚 头脑没有发婚 我们先讲清楚 将来一言不合 房子归谁 车归谁 有个人跟我讲 他说我们结婚叫做 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 但是绝不许你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 这不可以了 我说你这样趁早别结婚 难怪这个闪婚很快闪了 不准人家走来走去 我先换一个线 事实你要什么 有人说就要成功 很多人讲成功的时候 其实家也破了 这个婚也离了 所谓的成功 股是要财富 有钱 最重要 我们下半辈子就靠这里 结果我常听一看 我说你真的靠得住吗 钱你靠得住吗 很多人说没有关系 将来我的儿女 把钱给他们 看他们的钱多一点 他们对我好一点 现在很多长辈已经发现了 以前叫养儿防老 现在叫养老防儿 你很光了啥都没有 你还指望他来养你 还指望他来养你 六十很多人说盼望 大陆有两个字叫淡定 我每个人都觉得太枯燥了 淡定 淡定 自己知道不行 家人的血压也很高 未来从今后淡定 结果我有个同学说 哎呀真难淡定 他说我倒是知道啊 我知道淡定就是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过他说现实生活 退一步人去楼空 不能淡定 又跟人家吵架 淡定不了 那么七十人说 就是要健康 健康 现在终于明白了 啥都不重要 健康最重要 所以大家知道 中国大妈现在跳舞跳到全世界 欧洲我常常看到 罗浮宫跟前都看到 中国大海 非常健康 健康全民讲健康 各种养生 八十有人说最重要的两个字叫做记忆 因为现在什么都要密码 老人家说我们哪记得住啊 真的有个老妈妈她有些钱 这个银行放一点 那个银行放一点 还弄了很多密码 现在密码的大写小写 特别人说 特别人说 后来那老人家 他说我哪记住 我就给他写个小本 他记下 结果有一天他入教授 我把那本找到 他说我收的钱全不捐给你 真的 所以人生 真的有人说九十 九十在盼望 第二天能信过来 就是我们盼望 人生里面 地上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身份 如果我们 不知道我们还有天上的身份 你会发现 其实你的人生 第一 你充满了劳苦愁烦 然后你的盼望 好像以地上的事为念 但是想完这个又有那个 想完那个又有这个 弄到最后 其实你的人生 也不过就是在这样的 忙碌里面 然后就走过 所以圣经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他把这个 特点都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人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如果他以自己的度福 为他的神 那么第一个结局已经定了 就是他们的结局 就是沉沦 就是眨眼就过去 然后呢 这种的身份 你不会去想别 你想一想去 始终是把我放在中间 然后呢 这种的劳苦愁烦 真的弄到你精神崩溃 我昨天收到我妻子 要为一个姐妹祷告 她真的就是现在做到精神病院 为什么呢 因为她也真是 一方面也不容易 那么十多年以前 这个跟的人就偷渡到欧洲 其实欧洲很多都是 就是这个 那在中国其实也家也好好的 也很可以 那出来 既然打了 都要出去 花了很多钱 结果来 来到这边以后呢 这个跟先生 其实也始终是两地分居 他先生在另外一个城市 打黑工 当然也是暗无天日 在餐馆里面 餐馆就是叫炕头到炉头 炉头到炕头 炕天日夜星辰 反正就是 就在暗无天日 炕天前两个小孩 那么现在呢 这个因为 德国政策也越来越紧 所以最近告诉她说 没有批准 要送她回去 纠结啊 怎么办啊 我的孩子又小两个小孩 都在德国出生 然后呢 又在一个在上小学 一个还在幼儿园 怎么办 左思又想崩坏了 结果就送到精神病院去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说 真的 当然这种悲剧 其实也是 常常有时候某种程度 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或者说难道不是全人类的悲剧 尤其现在我到了德国 我们旁边两公里不到 就是一个很大的难民营 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 美国军营 现在改成一个难民营 一百多万的难民 当然很多是战乱 阿富汗啊 叙利亚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好像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往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能够平顺安全 我们都希望不但是我们自己也包括我们的下一代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整个世界 如果离开上帝 你到哪里去找天堂 我在三十年前到德国 这个我只需要三个月 虽然我在西伯林 那个情形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但火车把我从中国带出长城的时候 我第一感觉 我像一只鸟飞出龙池 从此天高任我飞 那么结果拿想到过了七天八夜 因为我出国是坐火车 你们有没有人坐火车 那个时候竟然坐了国际列车 坐七天八夜当然好处也有 第一个就是省钱 车票比较便宜 第二个就是没有时差 咱慢慢调 结果我发现火车又把我带进一道围墙 那时候外面还有一道柏林围墙 进了这个西柏林 虽然在围墙里面很多人 东边还想尽办法要跑到西柏林 有的坐着热气球飞上去 有的同志向挖地道过去 总而言之 结果我一到西柏林 这个真的当时对一个中国人来讲 三十年前咱中国还没有那么样的发达 这个一看很被震撼 五光十顺 五彩缤纷 那个尤其在市中心 那个火车站一下来 就是那个西柏林市中心 但是真的只需要三个月 我突然间就发现天下人间没有天堂 不但是你面对很多生活的挑战 然后你同样看见 我是亲眼看着柏林围墙在我眼前倒下 倒下了一刻 德国人那种欢呼 因为两边他们四十年分离 终于统一在一块 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柏林 柏林那个广场商 德国人本来也蛮小气的 结果那天通通 所有的啤酒馆很多免费开放 德国人这一看有个免费的太好了 哇哪个都喝 喝到一个程度 我也趁机喝了一杯 结果呢这个抱在一块儿 庆祝啊 德国统一了 那你想到过几个月就达成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两边都不太高兴 西边的说 哎呀我们现在这个代价太大了 我们所有的都运到东德 到那边去帮忙他们建设 我们自己吃亏 那么东德的东边的高兴也不太高兴 因为很快他们发现自己变了二等公民 因为西边的很多受过训练 所以呢要找工作 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 大家公平竞争 你就竞争嘛 那我们怎么跟他们竞争啊 过去都是大锅饭 过去都是铁饭碗 现在突然间一夜之间 所有东边的全部公司倒闭 工厂关门 那么这些人一下子 现在买本护照 倒是不错 全世界都可以去 但是呢 我们现在生计怎么办 面对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竞争 所以两边都不高兴 结果呢就在柏林那里示威游行 哪里想到到后来呢 开始就跟警察发生出途 到后来呢 东边跟西边就我看到很多 就互相对骂 然后呢就吵起来 甚至打起来 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 原来强不是在外面 强在人心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道不利为强 我们其实是只看到我的利益 我的好处 我的想法 只要有一个人跟我想法不一样 哪怕他是我的配偶 哪怕他是我最亲爱的 我们很容易就翻领 我们很容易就护不来往 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常常有一个神就是我 自己的度福 然后呢整个过程呢 我们就专念对上 而且常常会不以为耻 反应对人 你看这个世界难道不是这样吗 每个人炫耀的时候 真的当我看到 我参加一次同学会 我就不去 今天那个小学同学又跟我讲 哎呀我说我 我参加一次同学会 每一个都是拿着名片发 我一看不是董就是总 陈董啊王总啊 他们都不 连名字都忘了 就是 然后很多头学正面写不完 写到反面 我想真的假的 什么秘书长啊 理事长啊 董事长啊 通风都写在上面 每个都很得意啊 后来他们说路加你干嘛 我说用你们的话 我叫张传 传道人 你们叫我张传 我叫张伟明 因为他们都是没有名的 都是董啊总啊 所以其实很多 真的就是变成炫耀 你的官多大 你赚多少钱 你的房子怎么样 钻以这些 当然很多真的没有办法 有的人品其实真的 有的已经结婚离婚 那些人真的我问他们 他们说我们没办法 我们就人生就三段 一天里面分三段 白天平工作 晚上拼饭局 然后拼完饭局 最后一段去夜总会 卡拉OK 就这样 工作已经累得多了 你防我我防你 那接下来呢 抽烟喝酒在那个饭桌上 我说你们小心啊 抽烟一定伤肺喝酒伤肝 他说陆家你讲到容易啊 我们不伤肺不伤肝 那就伤心啊 因为订单也没有啊 客户也没有啊 升不上去 货都去了 肺也不要了 肝也不要了 管他 就这样 然后晚上 跑夜总会 跑那个比较高雅一点 就是去咖啡馆 他们说我们呢 就淡淡的灯光 轻轻的音乐 我们喝上一杯咖啡 我说三更半夜早点回 哪里回家 他说我们现在明白 以前结婚前的叫做 将来我们事死如归 结了婚发现这叫 事归如死 回到家跟死的一样 差不多 所以呢 就去喝咖啡去了 最有意思啊 在上海有一种咖啡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喝过 他们说我们最喜欢喝的 叫做悲伤人 多难喝 我说这种感觉 我都听过蓝色度 我都没听过 我没听过 他们说我们就喜欢这个名称 这个就代表我们的心情 有点淡淡的忧郁 然后呢 好像自己还觉得 这叫小知情调 其实这种的身份 常常你会活得非常的累 而且地上的身份 其实也是这样 中国人老早知道了 这两句话代表什么 你的身份会变得 穷居闹市 无人问 父在深山游远前 你有权有势的时候 哇 别人都来啊 你知道中国 中国常常蛮有意思 清朝有康熙嘛 对 那台湾有什么康熙来的 现在好像 大陆前不久也有康熙 一个叫周永康 一个叫薄熙来 简称康熙 这个康熙 你知道周永康蛮有意思 他在京城当官的时候 不得了 他的祖坟很奇怪 专门莫名其妙的人 跑去献花啦 打扫扫坟 他一进那个秦城 跟薄熙来做朋友去 那个坟都被挖掉 专门去给他铲坟 其实真的 人生常常 这个叫做 你的价值 你的身份 如果你只看重地上的身份 那么你有权有势的时候 门体落实 一招 门壳裸切 这是何定可言的 我们的人生 所以这段圣经 我想最重要的是 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 需要了解 上帝爱我们 爱我们到底 他给了我们 那个才真的叫做PR Permanent Residence 那是真正Eternal Residence 那个属天的身份 这个身份是非常独特 圣经上说 神他从出我们的胎的时候 就造就我们做他的仆人 要使雅各归向他 是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 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 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 也成为我的力量 所以 这个身份是 神在万古以贤 在基督里认识我们 拣选我们 而且神的拣选 跟人的拣选不一样 保罗特别提醒 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是什么人 我们都知道 那里其实真的 很多人的人贫也是很糟糕 很多人常常口出不逊 包括他们对保罗的许多的责难 也包括他们彼此之间 保罗 甚至说你们做的一些事情 真的连外方人都不做 你们都敢做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但是神的恩典 就好像我们一样 我们是谁 我们比别人强吗 不是 神别兵我们 恩典领导我们 保罗说 弟兄们可见你们蒙招的恩典 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对 真的我们就是这样的群人 神不是因为看我们聪明 神不是因为看我们长得帅 神不是因为看我们背景 都不是 是因为他的恩典 他招我们 他爱我们 所以这个恩典 有句话说 神不是说 神不是叫他名叫他名叫 他名叫他名叫 他名叫 他不是看那些 自以为合格的人 乃是他来成全我们 每一个他所呼召的人 神就是他的灵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就是他的话 对我们的塑造 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样式 来名叫我们 当一个基督徒 日子愿意跟随主来 走成圣道路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被上帝 再qualify这个过程 成为他尊贵荣耀的儿女 所以刚刚讲这四个方面 其实是表达了我们身份的 这个君征的祭司 是指导尊贵以及我们的职份 祭司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代 基本上是一个祷告带求的职份 这是祭司最重要的职份 祭司也是一个可以进入到至圣所 到圣所里面去侍奉 祭司也是一个抗抬越贵的 这些当心也把这个职事 把这个身份给了我们每一位属生的儿女 就是代表让我们要来与神交通 来为人带导 要我们能够在神的家来侍奉 也要我们能够跟人们跪走 与神同行 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断的来被提醒 我们是不是真的 常常的在祷告里与神相交 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家 能够殷勤的侍奉 我们是不是真的 按照真理 抗抬越贵与神同行 所以尊贵的 君尊的祭司 然后圣洁的国度 这个是指到 我们是被分别为圣 我们是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 就要求我们的想法行私为人 与这个世界不能够去妥协 刚刚我提到这个姐妹 虽然她是出信 我带她做觉知祷告 也为她施行 她自己也很认真的 但是确实落在一个很不容易的 因为她的丈夫 她的先生是拜佛的 她的妈妈也是一个很 这个很 这种所谓很迷的 变相的佛教 所以呢就责难她 你信了主 你看你的上帝带给你什么 你看现在这个人不是也叫你回去 你看这个 这给她很大的压力 但是呢 真的蛮感谢主 我们的姐妹虽然 是在这种高压底下 被送到精神病院吃药打针 但是我的姊妹告诉我 她跟医院长说 我要去参加聚会 我可以在医院 我的姊妹章会去医院 接她出来聚会 明天下午医院就特别批准 我想是的 我们都在种种的压力当中 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觉得 上帝啊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受压 为什么好像我们看不见前面 但是当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 她就跟我讲一件事 我因为有时跟她们分享 我说其实你看今天很多 你觉得overwhelmed 你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但是当你想到的时候 神给你尊贵的生命 给你尊贵的身份 有什么超过这个呢 她说是的 她说这句话给我很大的答应 虽然她说我为我的孩子担心 但是她说我真的就想过了 有一天我就回到中国又怎么样 神难道会不顾念我吗 难道我就非的一定留在德国 是对我家最好的吗 我想很多时候 当我们从数天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 你突然会发现 真的没有什么走不过去的 所以这段圣经提醒 我们是跟世界不一样 那个律师给她有很多办法 你要不要再做个假 你要不要再出些证明 你要不要再这样那样 那个姐妹的心智已经很坚定 我可以告诉当局我的困难 我的想法 但是最后我才得想到 我想这是我们 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我们不走世界上人用力欺诈欺骗各种 虽然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做过 但是如今我们是不再一样的身份 而且这个身份神是永恒性的给我们 属神的子民 这是上帝对我们何等大的期待 神的帐物在人间 我们做他的子民 他要做我们的父 他要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手 建立了这样的关系 这些事情就永不再改变 所以我再次想到什么是Missionary 虽然这个问题 常常我们最近又去 演我们的签证 感谢主这一次 这个比较快的就拿到Missionary 我还是跟那个外国人管理局 我说Missionary 因为这里很需要Mission 很需要去承担Mission的人 其实Missionary有时候 就想我们人生的Journey 所以我们人生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我每一位我们都有一个属天的Mission 上帝可以把你放在Boston 可以把你放在台湾 放在大陆 放在某一个世界的角落 无论在哪里 但是这个是不变的 就是我们是带着Mission的人 这个Mission就是刚刚讲的 要叫我们去招 要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 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的 而且我们的 每一位我们拿的今天 都是一个Fiction Visa 都是一个短暂的 因为地和其上都要过去 在这样一个虚拟短暂的 这个Visa 因为实在神的眼中看这个世界 真的可以说已经是要被废掉 神不过今天是在忍耐等候我们 希望更多的人得属得救 但是这个世界终究都要过去 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神要我们传扬这个真实而永恒的上帝的国度 让人跟我们一起来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走出人生的虚幻 能够进入死灵的真实 这是上帝要我们真正去做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身份的时候 再回到一开始 就是这个身份跟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 当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基督徒 就是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 那么这个生命 我们不断的渴慕它 我们不断的去活出这样的生命 我们不断的去传扬这样的生命 这个过程就是宣道的过程 宣道不再是我们马省福音堂 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 宣道变成马省福音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一同在这条路上 我在这里真的不是特别高级人 但是我刚刚提到几位 真的我观察他们的生命 为什么会与众不同 常常我想到何牧师 就想到他的笑容 我常常想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位属灵的大哥 为什么他干念这样的奔跑 相信很多人如果你了解他 他也可以过很安逸的生活 他物质上真的可以过一个 让自己过得蛮舒服的生活 我就想到张伯伯 张妈妈 张伯伯每次跟我讲 我还有一篇道我很想要讲出来 还有一些话我很想要分享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 是什么让他好像真的整天 但是以天上的事为业呢 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身份是什么 我想到已经回到主那里的黄义匡张了 我从一进这个教会 当时真的我就看到 他如果你认识他的 很多人知道他不是一个能受回到的人 他不是一个高颜大致的人 但是常常就是那种笑容 真的就是他跟我去 他只有几面之交 但是后来搬到加州去以后 常常写信来 常常打电话 常常鼓励 我去常常想我是谁上帝 Who and I 你竟然有这么多的属灵人 这些人是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 他们是神的殖民 是均真的祭祀 是圣洁的国度 为了宣扬那招人出黑暗 如其妙高明这个美丁 因为我们一起努力 为着我们尊贵的身份 有些为他们已经吸了地上的老苦 回到他们所爱的天家 我们跟他们是同路人 感动他们的人 照样感动他们 一同我们在这里建立荣耀的教会 我们同性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祢 主啊让我们今天开始有这个宣道的联会 主啊这个时候也是我们 在主面前纪念许多位 走在这条宣道的路上 有的他们用言语传 但是更多的他们用生命在传 他们在见证 他们所信的神是谁 他们在见证那个活的生命 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灵是这样的强壮 主啊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 帮助我们每一位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身份 我们怎么还能够专以地上的实为念 我们怎么还能够专享自己的度福 愿恩主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主啊让我们抬头 举目往天 能够知道主你还要再来 你要审判你的教会 你要审判每一位 我们都要在你的白色宝座面前 我们都盼望听见你称赞我们 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神的苦力 愿主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听我们祷告 如此感恩祈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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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